主席各位委員同仁、張部長、與會各財政部的各個首長 還有各單位的列席官員 是不是請那個張部長 張部長 林委好 張部長你好 部長 本席要請教 我想因為我們5月1號馬上進入這個衝鎖稅的這個 這個申報報稅季 那以今年軍俏一定要一樣要課稅 那這個 你認為因為我們今年還有一些這個前免兒 有一些新的一些措施 那你認為我們今年的這個中所稅會不會創新高 正所稅今年是 不是正所稅 中和所得稅 中和所得稅 會不會創新高這個我不敢講啦 不過軍教的部分 因為他加進來 在當初要進來的時候是同額 彌補回去的 他收支是一樣的 所以他那個稅收稅來會增加 但支出也增加 那等於換句話說 要這個有增加有支出 那其實再增加一些免稅額 那會不會我們今年度的這個中所稅到最後 統計的結果 會不會比原來這個要降很多 會不會 應該是不會啦 因為沒有增加很多免稅額啦 軍教的免稅是取消啦 增加一百五十多億 然後支出還給他們啦 就是不管是 只有這一點而已喔 也不是還有一些其他的免稅 那個是 那個是幼兒的 對啊 那個是幼兒每年給他兩萬五的啦 五歲以前的幼兒 對 然後另外還有那個 就是 撫養親屬 對啊 撫養親屬啊 對 那個會不會有衝擊啊 都是 都 一定會有一些啦 損失一些 但是那是合理的啦 那你有沒有統計過 大概會減多少 呃 有統計啦 我們有統計 就每一項單項啊 像幼兒的啦 撫養親屬的單項 大概總共會減多少 我 是不是我請複歲的同仁 看看有沒有 你來做一個報告 是是是 我認為 還有那個王署長 你等一下也上來齁 這個等一下我再請你齁 嗯 那個 你先做報告 會不會減多少 委員是 垂詢幼兒 對 幼兒的部分 當時估的是三億元左右 三億是吧 那衝擊不大 另外那個 服養親屬 那個有沒有做 大概可以做一個 通盤的一個 呃這個 這個 預測 可以預測出來嗎 這個要 要重新估算 重新估算 是是 好 那那那你請回去 那個部長 我想 財政部齁 上個禮拜公布 今年三月齁 這個全國稅收一千兩百六十億啊 齁 叫去年同月減少了 差不多百分之十 累計第一季啊 呃這個 稅收 三千一百一十四億元 那僅叫去年同期增加 差不多百分之一點二 齁 那叫 預算數目標 要成長百分之三點七啊 啊 等於是有落後三點七的 百分之三點七 那請問稅收狀況 不如 我們整個 預算的目標 是不是代表 我們整個 呃這個景氣的 預測是不準確 呃跟委員報告 當然這個比較 統計上是 有一點意義啦 但是呢 稅收好我們不看月啦 因為我們稅收常常 集中在一個一個定點 譬如說五月份手頭稅申報 那個時候才比較明顯的看得出來 那九月的時候 地價稅申報等等 齁有一定的十點啦 那每個月的齁 他只是例行的 齁 那當然跟去年比較 當然是有一點 因為有的時候會有季節的差異啦 是 那個部長 我想第一季齁 除了土地增值稅外齁齁 其餘的稅目啊 齁這個都沒有達到 我們整個預算的目標 尤其是證交稅啊 只有收到一百五十八億齁 而且是 這個稅收衰退幅度最大的一個稅目 齁 那請問為什麼 會和去年比較 欸 這個 慘 這個很慘啦 而且差的差不多快三成啦 齁 那證交稅的短收 到底是什麼原因 Pronunciation 莉嫲 wright prohib 製程 職 服製 que tact 黃 黃 相 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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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認為為什麼這一段時間 真的我們整個 這個 我第一季把它統計 我們整個營業日有差不多五十六天 第一季的營業日 那有二十八天的大盤 成交量 都是在八百億以下 二十八天 那整個難怪增交稅會短收 那去年同期 也是受到金融的危機 但金融危機後台灣整個股市 大盤成交量 互輸也沒有像現在這麼慘 那請問這到底是不是景氣 是不是真的是落底反彈 有嗎 就景氣來看它是有好的 只是影響股市的因素實在是太多了 這個我們 因為你現在等於是你看 今天還是平盤而且量能都不足 你不覺得嗎 這段時間真的 可以說幾乎 等於是一灘死水 你不覺得嗎 量是比較低一點 對啊 那你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方式 能夠讓股民有信心 那個部長 其實我跟委員報告 股市的主管機關是金管會 那我們都 但是你們要有一些配套 我們會跟他配合 跟他配合 對 剛剛部長所提的 從你正所稅開始 這個要推動實施以後 確實啊 就開始一直往下滑 一直到現在為止啊 齁 那 這個有時候是彈花一線而已啊 然後馬上又是回到現在 真的你看 那你不覺得嗎 現在真的都是 這個一灘死水啊 齁 那 我認為說 證交稅 去年就少了五百五十億 那今年 齁 我看以目前這種趨勢啊 我看也是會少很多 齁 部長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針對這個問題來解決 呃 其實就是股市振興的方案啦 就是怎麼樣來振興股市 股市齁目前就是 它漲跌的幅度少 所以齁 股市就是這樣 漲跌的幅度大 量就出來 所以當你這樣漲 一百多點 跌一百多點 那個量就出來了 那目前都是這樣 十幾二十點上下 所以那個就是沒有量 所以說齁 這個實在是 我認為齁 這真的值得探討的地方 因為你看 這個包括現在大學學會要漲 齁 那很多民眾哀哀叫 結果你可以收的稅收收不到 結果就訂一個 一個證所稅搞得 烏煙瘴氣 股民都沒有信心 齁 這個才是真 根本存在的問題啊 那個部長 我想行政院齁 上個禮拜通過加執行 及非加執行營業稅 這個 稅法的這個修正查案 取消特定行業 免開統一花票的規定 也就是說 未來啊 營業額 二十萬以上的店家 都要開立 統一花票 那請問修法後 可以增加多少的營業收入 包括委員 這個不是單一個標準 不是說二十萬以上就要開 還要看他的能力了 比如說他已經是連鎖店了 他用網路交易了 他用請了很多人 在雇很多人 在代位了 像這些營業性質跟能力都夠了 我們就應該要核定他統一發票 並不是為了加稅了 而是說健全加值稅的稅制 這一塊如果沒開發票 上游就不開給他了 那個部長 因為未來營業稅 二十萬以上的小吃店啊 加盟啊 連鎖店啊 都要強制的開立統一花票 等於是美農美法 繼承車業 不再享有 這個免開統一花票的特權 那請問短時間 財政部 要如何來認定這些營業額 怎麼去認定 我們只是先找一個法員 那將來我們大概認定 是不是說用連鎖和加盟的方式來經營 那是已經一貫性作業了嗎 那第二個是不是用電子 有沒有電子系統設備管理來管理座位 那有沒有透過網路銷售 有沒有用電子方式或收音機開立收據 他已經用電子方式開立收據了 轉為發票是什麼問題呢 對不對 然後呢看看他說 我們他的營業的狀況 商譽怎麼樣等等 那有沒有辦法以那種 這個有辦法以那種地毯式的 這個 或者調查室的方式來開立同一花票嗎 不會啦 我們這個東西只是立一個法員 我們還是根據個案的營業狀況 營業的性質來個案核定 不會說全面的 部長 我想營業額二十萬以上的店家 事實上都是都會區啊 你像那個便當店啊 麵店啊都有可能達到 舉例來說一個月 這個 週一到週五 午餐啦 晚餐的時間 只要 我給他統計過 超過一百二十五人來消費 超過八十塊 就符合那個標準 那請問這是不是代表以後啊 這些小本經營的這些小吃店啊 麵店啊 都有可能去課稅 不會啦不會 我們一定會定一個標準 譬如說你是加盟的 是用電子開立的 或者是有用電子代位的等等 比較完善的那個規範 那修法後 是用免免免免免免一花票的這些特許行列 是不是會減少很多 會不會 不會啦 不是說大幅度的全面性的 我們只是說有個法源讓國稅局可以去認定 我們會定一個規範 認定的規範 我認為齁這個很重要啊 不要齁老民啊 齁不會不會 那另外齁最後一點齁我請那個 那個什麼那個王署長跟那個誰那個 經濟部啊 國貿局那個執行秘書啊 朱秘書啊 有沒有朱秘書 主要那個部長 因為齁 我覺得這個關稅署啊 因為他們 經常這個 很多 很多貿易商啊 或者是民眾啊 進口一些什麼 你像一些到 國貿局的 經過國貿局來認定的一些 你像食材啦 甚至於 有的一些產品等等 結果 到 關稅署啊 在認定上 有時候從對岸過來的 都是有一些問題 像食材 我認為要是我們這裡沒有就開放 為什麼國貿局一定要把它設得那麼死 非得說要怎麼樣 不讓他進來 然後到最後搞出很多問題來 到底 國貿局有沒有去做檢討啊 有 我們 跟那個委員來報告 我們每 每兩個月 多久 每兩個月 會去齁 讓這個 各個廠商 各個工會 如果有哪些產品 要適時開放 可以提 那個 是 那個那個秘書啊 我跟你講 很多工會齁 他是利益把持啊 他寧願齁 我就不讓你進來 齁 那其實他沒有 裡面會員也沒有生產 但是他也不讓你進來 這種現象你們知不知道 不知道嘛 對不對 因為我就處理過啊 他根本就國內沒有生產 結果 這個 人家說從外面進來 對岸進來 齁 因為他加工以後 國內沒有這種東西 但是工會硬是把它卡死 就不讓他進來 這種認定齁 不客觀 我是認為齁 這個 關稅總署這邊 跟應該跟國貿局 你們好好的去檢討 部長 這個部分齁 該檢討要檢討啊 齁 因為以前像那個白天之 就跟我特別提過 對岸啊 那個什麼 農產品那個加定蒜 在宜蘭種那種軟蒜 一定要加定的那種種子 就是那個蒜的種子 但是齁 他硬是說這是對岸來的東西 就不給他進來 這些農民沒有辦法 都用走私啊 那你照就走私啊 對不對 啊只有 宜蘭那個軟蒜 他一定要那種種子 就是那個蒜的種子 對不對 那是擺在眼前的事實 但是你們就把它卡死 我認為齁 這個真的很多地方 需要去檢討 好不好 謝謝 齁啊不要齁 那種一成不變齁 那種 那種模式是不行的啦 齁 好謝謝 謝謝 接著 請盧秀